我是鰻魚 你是可樂 我們是鰻魚可樂 我是綠色 你是可樂 我們是綠茶可樂 每天都要喝杯可樂 每天很快樂 可樂來了 快樂來了 我們都很快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 好美 耶不是大豆葉喔 我比較喜歡大豆葉 百葉豆腐 大 百葉 為什麼你的口水可以很噴噴到我 好今天我們要來試喝的是 鰻魚可樂 超酷的 還有另外一個綠茶可樂 可是我覺得最酷的是 鰻魚可樂 喔鰻魚竟然出可樂耶 不是可樂竟然出鰻魚風味耶 你知道錄什麼影片啊對焦 然後叫人說把我的頭貼上去 把你的頭貼上去就該 對啊每次都 每次我的相機很愛我妹 他只對焦我妹的頭 然後都不對焦可樂 等一下要好 好這一關是鰻魚可樂 我覺得他長得超像醬油的 對有沒有像醬油品 我覺得他會有人用手當背景 沒有他會有人用 用臉啊 因為用手當背景 對不起來這樣 用臉他才願意對焦 然後這是綠茶可樂 這樣喔 你的綠圓 這是綠茶可樂 然後他超綠 他真的超綠的 有點像苦瓜汁的顏色有沒有 綠茶可樂 你可以選擇機型轉笑一下嗎 好可愛啊 欸這真的超像醬油 我第一眼看到 我不敢相信他在飲料區 因為我穿鰻魚風味可樂 然後這是日本出來的可樂喔 欸他真的有加鰻魚耶 他不是跟你公生 新宿的人不能喝 對 他有加鰻魚的萃取物 然後這個綠茶口味 因為我覺得他很綠 你知道如果他是苦瓜風味 應該也很有趣 可是太多人怕苦瓜了 我覺得綠茶可樂 可能比較平凡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不然的話我怕我們喝完 鰻魚可樂 就久久不敢再喝可樂了 好我們先試綠茶 然後我們今天為什麼準備了三個杯子 因為喬治跟裴裴都說想喝 不是啦 因為我們還想說 既然這兩個都是非常特別的口味 沙發遊戲 那我們先倒綠茶在一起喝 欸超綠的耶 喔有氣泡有氣泡 如何如何如何 綠色的可樂 綠色的可樂 他超綠的喔 你喝了就知道 我跟你們講 他的味道完全可樂味 好 好可樂喔 綠色的可樂啊 這沒有綠 可是是不是偏甜啊 還是我太久沒喝可樂 我覺得這個可樂比較甜 比平常的可樂還要再甜一點 然後氣泡量是夠的 可是又沒那麼多的感覺 就是他不是說沒氣的甜可樂 他是又甜又有氣的可樂 欸你在搖嗎小姐 你這是什麼 你在幹嘛 你這奇怪的妹妹 這故事告訴我們 搖了還是會氣泡 好我們現在來試這個 鰻魚可樂 哇 味道不一樣耶 有濃濃可樂味 可是我明顯有添加東西的感覺 可樂聞起來比較實物的味道 他聞起來 就是 好香喔 他味道就是 是可樂 可是 沒那麼甜 有沒有 有點像利羅 利羅有沒有 可樂利羅 然後他 他喝起來也真的不那麼甜 跟那個比真的差超多了 而且氣泡感十足 就是感覺氣泡比較多 對不對 有嗎 你表情沒有比較好一點啊 我剛才是ㄎㄧㄤ 你現在是怎樣 它是高粱還是什麼 讓你皺成這樣 不是 他的鰻魚有種 欸有鰻魚喔 不是 對 他的那個 他所謂的鰻魚味 很像那種東西放很久很舊的味道 就是有一區東西都沒有碰過 我知道 真的就是 雜貨店東西放很久 然後 就是雜貨店東西放很久然後 就跟他酥菊腦不是死 成舊味 對 他就是有成舊味 不是那個achievement的成舊 然後他比較不甜 就是 對 可是 因為由於他價格也不肥 所以 建議大家就是 除非你愛瓶子 收集瓶子 不然的話 買瓶頭可樂就可以了 對 他瓶子是很漂亮 可是真的我覺得喝起來真的還蠻可樂的 至少沒有很奇怪 至少不會有種 喂 這什麼鬼之類的 嗯 也沒有魚腥味 就是一個成舊的味道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很甜的可樂 綠茶也聞不到 不然我喝起來會是鹹的 鹹的 嗯 你說那蠻魚可樂的 對啊 我以為喝起來會像醬油 哈哈哈 這樣顏色很深 我們來看看 兩個可樂 因為既然他們像味道沒那麼的奇怪 我們把它混合在一起看會怎麼樣 先看會變什麼樣子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聽 很像污水 污水 因為這個很黑 這個很綠 林仙琴 他們喝酒不是都這樣嗎 那是地震吧在晃 哦 好喝喔 我覺得喝起來還不錯 喝起來還不錯 就沒那麼的甜了 也沒那麼舊 對就是剛好 我覺得它就是太舊 推薦混搭 對 混搭是個不錯的結果 還不錯 我覺得混搭還不錯 等一下我喝幾顆可樂 我覺得我鴨翅被腐蝕了 我要去刷牙 再見 好希望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也要記得按下我喜歡 按大家也要記得 第二顆酒精的Youtube頻道 希望未來可以帶更多奇怪的食物分享給大家 那也可以留言告訴我說 欸有沒有看到這蠻蜂蜂的可樂 你們會不會想試試看啊 大家也要記得 Facebook的搜尋可樂 簡訊給我一個讚 接收最多最新 最多 接收更多 最新 頭最大 你頭才大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他要這麼說 小姐你在幹嘛 幫喬治把雙馬尾 請問喬治為什麼需要雙馬尾 他說他想要 他不想要 他是男生 男生不想要雙馬尾 他不想雙馬尾呢 好喔 我是雙馬尾 喬治 好喔 開心嗎 喬治說他很開心 喬治跟你怎麼說 我好開心喔 這超像醬油的 開心嗎 他們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 哇好棒喔 這跟我們一樣 還沒有 我們要互相推對放